观前提醒,本视频包含大量反直觉内容,请谨慎观看 然后这是视频的时间线,大家可以按图所记 随着右派在政治与经济上的失败,苏联开始全力以赴尝试快速工业化 然而这一尝试自1929年开始就一脚踩进了坑里 原因在于工人群体内部存在着大范围高强度的摸鱼行为 在这其中,一部分高强度摸鱼的发生是可以理解的 比如在1930年6月5日,国家郑保局的报告中强调了 海参外地区出现了大规模的工人抗议与缺勤 由于缺少食物,大量工人选择离开工厂去寻找食物 导致当地工厂缺勤率高达50% 而更多的缺勤行为被苏联工厂的管理人员认为是 新工人缺乏纪律心的表现 尤其是那些新补充进来的农村工人 在一份俄罗斯期刊中,刊载了一篇名为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州工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 加强劳动纪律的活动 该文章中记载了许多苏联工人矿工的细节 比如说在1925年,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玻璃厂的部分员工 矿工时间超过了法定工作时间的50%以上 有的甚至达到了77% 那么如此高强度的摸鱼是如何实现的呢 最普遍也是最简单的办法是请定价 玻璃厂的工人会向工厂优势报告生病 而医生也会在不检查的情况下随意开出架条 经过一年的全力整治 西伯利亚大区的矿工情况才有所缓解 从全区3%的矿工率下降到了0.5%左右 然而到1928年矿工潮再起 这次矿工的主要原因是酗酒 盗窃工厂财产 对此当地工会忍无可忍 开始用最严厉的方式压制矿工行为 包括关闭酒吧 发动家庭妇女对酗酒行为进行斗争 在生产会议上公开批评 开除工会资格等方式 就实际效果来看 这种严肃的处理方式取得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效果 在《档案员公报》这篇文章中 作者强调了整个西伯利亚大区的矿工率下降 但举的例子却以轻工业为主 比如煤矿、采淘厂、酿酒厂、制格厂等等 而在一篇由车里亚宾斯克州州政府官方媒体的文章中 作者却强调了车里亚宾斯克铸造厂中 存在着极其严重的矿工现象 我顺便在这里插一句 文章里的铸造厂 就是后来的车里亚宾斯克拖拉机厂 这个厂子有三种震撼人心的产品 T28、BT7两种坦克 然而这两种坦克都不如第三个产品重要 那就是CHTZ-S60拖拉机 这种重型拖拉机在战时承担了许多重载任务 比如说用来拉动神圣的152神教圣武 152毫米榴弹炮 说回正题 在这篇文章中 作者从1930年的工厂会议记录里 引用了一个非常惊悚的数据 铸造厂的工作量达到了生产计划的74% 然而由于组织的过失 整体停工时间高达10% 工厂的停机时间则占了18%至20% 我们必须提高劳动纪律 共产党人一再要求提高生产质量 而这有时是完全失败的 1931年初在党政机关的报表中指出 铸造厂和锻造厂的废品率在38%以上 有些零件的废品率高达50% 而这种情况甚至一直持续到了1938年 看起来似乎整个工人群体 都没有从新经济政策带来的散漫气息中摆脱出来 但如此高强度的摸鱼注定会引来政府的关注 自1930年开始 苏联的劳动政策就以一路狂飙的速度开始收紧 并且通过了一系列分化工人群体的规章 比如苏联1930年第60号第641项法令 关于雇佣和分配劳动力的程序 以及防止劳动力流失的办法 一文中提到 公共部门企业中无组织无正当理由离职的人员 如果向劳动部门申请工作 在6个月内不得被派往工业与预输业 无正当理由拒绝劳动部门派遣令的工人 将被从劳动名单上剔除出6个月 以及企业工厂农场 不得以任何理由吸引其他单位的技术工人进入 这三项显然是为了控制工人的流动 限制住了工人选择工作的权利 换句话说 工人再也无法以辞职作为谈判筹码 与企业或单位进行协商了 到了1932年 苏联的劳动纪律 进一步缩紧到了无以为继的程度 在这一年 苏联劳动法规定 任何工人被发现矿工行为 就视为自动辞退 同时 他将被从工人住房中驱逐 其配级卡也会被没收 而这基本等于证明工人 在至少6个月的时间内 无法进入到任何正式企业或单位中工作 只能去建筑工地或林场内 做收入较低的重体力劳动 作为补偿 这一系列的劳动纪律改革中 强调了 如果工人被评为突击工人 或者进步工人 则可以优先选择住房 或者扩大家庭居住面积 同时还能拿到超越平均数的食品供应 当然 这种补偿政策并不是孤立的 自1929年开始 先进工人评选活动 以及配套的奖励政策 就已经开始广泛的实行了 苏联政府显然是通过双管齐下的方式 推动工人在工作上的积极性 这听起来很美好 但实际上呢 在左翼反对派创办的劳工公报 又叫反对派公报的报纸中 刊载了一篇来自于 来苏工作的法国工人寄来的信件 里面详细描述了苏联二五计划时期 工业化的乱象 也揭露了为何工人群体对工作的漫不经心 信件的前半段 这位法国工人描述了自己在苏联社会的生活细节 而后半段则是他在工厂中工作的日常 我挑几段给大家读一下 同时大家也可以对比一下 和上个视频中所说的新经济政策时期相比 有什么区别 我已经在工厂工作了一个半月了 我是斯达汉诺夫工人 但我并没有表现出什么特别的优点 我的工作质量和数量 与我在法国的同类工人相同 在过去的15天里 我赚了600卢物 而车间工程师只赚了250卢物 而第二 三 四类工人 也就是绝大多数工厂工人 只收到了60到100卢物 苏联工厂采用了最有害的合理化办法 最低标准的寄件工资 加上奖金 移动速度越来越快的传送带 使用计时器工作等等 除此之外 我们还必须上夜班 这迫使工人因为工资低与恐惧 而在家里为工厂加班 到一天结束时 工人已经精疲力尽 在这一周内 工人以最大强度工作 很少有人浪费时间卷烟和抽烟 走廊上再也看不到一群人在交谈 每个人都在忙于自己的工作 许多人甚至在午休时间继续工作 他们一边工作 一边啃着一块面包 而不是像往常一样 站在一旁 等待面包吃完后再开始工作 修理指示器和其他精密机械仪器的车间的工头告诉我 他的工人们晚上把零件带回家继续修理 电工和机械师的工作时间为14至16个小时 因此需要维修的次数非常多 尽管工作如此紧张 但工厂的总体规划并未实现 从这个事实 我们必须得出结论 生产力的提高 首先是劳动强度增加的结果 而不是新技术发展的结果 工作事故的数量 病人的数量 车床损坏的数量等 从来没有像这个斯达汉诺夫州那样大 而且产品质量下降了好几个百分点 在社会方面 苏联工厂的人力材料如下 10名工人 可能有8名农民或农民的孩子 我厂的绝大多数工人 都是因为饥荒逃离农村的农民 一个野精工人的外衣下 保存着一个小业主狭隘自私的灵魂 他们完全没有集体的 社会主义的财产意识 这些工人被委托使用 现代工业中最复杂的机器 然而对这些工人来说 木梨或铲子 是至今为止 他们使用过的最复杂的工具 而现在 放在他们手中的机器 具有时钟般的灵敏度 这让他们无法理解 机器运转不良 摩擦发热 螺丝吱吱作响 那就拿起锤子 用力的敲打 结果 机器停止 零件坏了 这样的工人 有什么用呢 医疗服务 医生 药品等也是如此 对绝大多数工人来说 这些服务总是不够的 质量也很差 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要收费 对于官僚机构来说 他们却有质量上乘的医生 护士 特殊医院等 而且总是免费的 因为工厂或其他的组织 将会支付这些医疗费用 对所有这些官僚来说 不存在住房问题 厂房的存在 首先是为了让官僚机构 能够拥有公寓 如果有剩余的空间 那才能轮到工人 一个由丈夫 妻子和孩子组成的官僚家庭 总是能分到二三个房间 有一个厨房 通常还有一个浴室的大房子 而一个有妻子和三个孩子的工人 对10平或12平方米的房间 就已经很满意了 秘密警察为每个工人 准备了一份档案 其中包括传记和其他数据 工人处于间谍网 强暴 工厂杂志 党和工会组织的持续监视下 稍有不慎 他就会被踢出工作登记册 名字也会出现在黑板上 工厂中更严重的不当行为 将会被提交给工人法庭 如果一个工人被怀疑 在政治上不可靠 政府就会介入采取行动 和这封法国工人的信相比 托洛斯基那篇名为 苏联经济陷入到危险的文章 显得是如此的轻描淡写 那么在我举了这么多 甚至不是全部的例子之后 大家是否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对于工人而言 情况似乎并没有出现多少改变 和新经济政策时期相比 那些城市中的失业者 确实都在工业化中找到了工作 然而他们得到的却是极低的基础工资 需要靠高强度工作 才能通过奖金确保生活 几乎没有任何私人生活时间 也没有选择工作的自由 而工厂中的官僚和高级技术人员的生活 却随着苏联不断提高的工厂补贴而提高 这一切都在刺激着工人群体的底线 他们在1928年通过和斯大林的合作 肃清了支持新经济政策的布哈林集团 打垮了控制经济命脉的 旧沙俄工厂主义和技术人员 现在工厂中换上了苏联自己的 工厂主义技术人员 那么工人是否可以在二五计划中 寻找到一个新的合作对象 重演一轮1928年的盛况呢 装饰了 装饰了